為什麼你跟我一起搬 啊你不知道 這很明顯啊 你知道去年的運動健身獎的得主是誰 我知道 皮特哥哥 對皮特哥哥 那我 跟皮特哥哥之間 有什麼關聯性 醫生台就問 為什麼跟我一起頒獎 讓九妹不忘調侃自己 你有看新聞 這個可以秀嗎 不行 不行 我們都會一起重訓 我們都會一起重訓 對 我不知道 聽不懂 聽不懂 OK 26號晚間 第六屆走鐘獎 在台大體育館登場 運動健將獎 由九妹跟李多慧 擔任頒獎嘉賓 而去年這個獎項得主是皮特哥哥 日前涉嫌持有 和C12級毒品大麻的九妹 趁機開了自己玩笑 讓李多慧有些尷尬 而另外哈哈哈哈獎 則是由博恩奪得 上台發表感言時 獲得全場歡呼 好開心喔 耶 我前四年入圍了四次 然後每次都貢估 這是我第一次得到左中獎 非常開心 前幾年感覺就像 貢機繞臺的時候 你每次都覺得 喔是這一次嗎 是這一次嗎 啊 又白緊張一場了 第一次獲獎的博恩 超犀利感言 讓全場間叫聲不斷 而博恩也不忘喊話 替創作者加油打氣 不要忘記自己的初衷 要帶給更多人歡笑 好 其實呢 從以前到現在 我做講師喔 我就一直想告訴大家 另外歐元老師中場表演脫口秀 一口氣講了長達二十分鐘 嚴重超時停不下來 讓體制機出現 時間到了請下台以及滾子 甚至被工作人員給架走 而冗長的演講也讓觀眾看不下去 同時也成了走中獎的意外小插曲 參與群人王英雄黃世函 臺北視聰報道